因应部分东南亚国家加强边境的管制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决定 开放要给紧急飞往东南亚的民众 自费检验新冠肺炎 而花莲实际医院则是从27号开始 提供符合资格民众可以预约自费检验 一次6000元 48个小时内 结果就会出炉 根据外交部的资料显示 目前印尼、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及孟加拉等国 都已经限制外国人入境 除非持有医疗院所减附的未感染检验证明才能通行 因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开放民众 可以到全国7家指定医院自费筛检 而东部地区负责的单位就是慈激医院 这些来做检测的 他其实不是病人 也不是怀疑他有代言 他是因为要入境国家有这些需求 所以我们是安排在嘉医科的门诊 嘉医科的门诊之后 我们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筛检站来做裁检 这个P3实验室是一个生物安全最严谨标准的实验室 这个检验大概就要 成本上就大概要三到三四千块的成本 所以这个检查是用一种PCR、RT、PCR的方式 那现在是最符合世界标准的一个检测 并不是一种快筛 慈激医院表示 这是专门提供给有旅外需求的人士 或经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同意筛检对象使用的检疫管道 一般民众是无法报名 这项业务将会从27号开始 才越门诊治不接受现场挂号 检验方式也并非快筛检验 而是及时定量三段基因检测 实验时间较长但准确度高 符合世界标准认定 一次费用要价6000元 但在48小时内就能拿到一份英文检验报告 有需要且符合资格的民众 可以打电话到花莲慈激医院 了解详细内容 记者 徐立晴 花莲市报导